解封就等于经济复苏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这里话题解析 我是Coco 今天你所在的城市新增多少病例呢 前两天我一个国内的朋友发微信问 我说最近澳洲的疫情怎么样呢 我说墨尔本的话还好 现在是每天新增大概100多例 他说每天新增100多例都叫还好 之前南京每天新增几十例的时候 就已经全民核酸了 甚至很多公司的员工直接是就地隔离 那我心想说 我还没有说隔壁的悉尼 现在每天新增1000多例 就已经开始说解封的事了 那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 身处于两个国家的我们 在过去一年多 两个国家完全不同的防疫措施之下 我们对于疫情严不严重 已经开始有了不同的理解和想法 虽然我们知道澳洲呢 作为西方国家一直崇尚的是民主 但是过去一年多 疫情发展以来 却展现出来了跟英国和美国等等 西方国家完全截然不同的 对于病毒的态度 澳洲选择了封锁国界 来严防死守 对病毒呢 也是一个零容忍的态度 但是啊 7月份随着Delta病毒的全面爆发 像是悉尼 墨尔本和卡培拉城市等等 相继进入了封城的状态 尽管呢 政府啊 是颁布了很多的封锁措施 但是依然按不住病毒的扩散 那随着封城的战线呢 越拉越长 很多倦怠了的人们 开始按捺不住心形 想要违反防疫规定 走出家门去 同时 越来越多的 曾经我们熟悉的餐厅和生意店 面临倒闭和结业的状态 街上的行人也是寥寥无几 那大家啊 纷纷感叹 生活不易 生意难做 那上周呢 尽管啊 澳洲公布了 好于逆期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是达到了增长 0.7%的一个数据 但是呢 因为第三季度 像是悉尼和墨尔本等等 主要的大城市都陷入了封城的状态 那目前预计呢 第三季度的GDP将萎缩达到4.5% 而如果啊 11月份之前 这些城市依然没有办法解封的话 那么这个数据在第四季度将会更加糟糕 所以啊 虽然目前澳洲疫情可谓是焦头烂额 但是呢 澳洲啊 也要解决陷入经济衰退 这么迫在眉睫的一个问题 目前不管是政府还是经济学家 都寄希望于解封这么一个事情 但是解封就意味着经济就会复苏吗 那我们知道一旦解封之后 那么新增病例将会大幅的反弹增加 人们对于走出家门这个事情 将会更加的小心谨慎 同时对于消费来说 尤其像现在疫情不确定的情况下 人们对于消费来说 应该也会更加的谨慎 那同时呢 像是企业投资 工资扩张 在目前的一个大环境下 也会更加的无捋魔兵 那2020年啊 我们既希望再期待疫情会马上过去 明年解封之后 生活会更好 但是啊 转眼到了2021年的年关 也都已经快要到了 疫情呢 依然没有过去 但是呢 马上又要解封了 那么明年会更好吗 虽然啊 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封城这个将不再成为我们 经济不好 生活不好的一个借口了 那过去一年呢 身在澳洲的华人朋友嘛 我们应该亲身的感受到 在澳洲这么一个多元化文化的国家下 我们看到中西方两个国家完全不一样的防疫措施 在这个国家之间的一个碰撞 甚至是冲突 那政府啊 我们一边看到呢 政府一边是实施着非常严格的防疫和封锁的措施 那希望可以效仿亚洲国家呢 可以对病毒啊 进行一个完全压制的一个这么情况 但是呢 却因为这个像是隐私概念和政治理念等等体系不同的情况 导致澳洲政府啊 没有办法完全复制出非常高效可用的这么一个追踪系统 像是手机健康码TPP 而我们现在目前使用的千道软件呢 因为跟踪不及时落后这么一个情况 那同时呢 政府的追踪人数又不够 导致目前澳洲的追踪体系和防疫措施 可谓是漏洞百出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啊 我们是牺牲了个人的自由来遵守防疫的这么一个规定 但是呢 依然敌不过啊 那些走上街头游行 要求反对封城 要求自由的这么一群人 那让我们这些守规矩的人的所有的努力呢 也都复制一句 但是如果解封啊真的如期而至的话 那么利好的行业首当其冲的就是旅游板块和航空板块 那么这些公司的股票呢 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了 因为呢 股价反映的是投资者 对于这些公司的未来的一个期望 那当投资者明显感觉到旅游航空板块的一个复苏的时候 那么像是我们了解的 像是澳洲航空Quantas 旅游公司webjet和corporate travel management 和悉尼机场等等都是值得我继续去关注的 因为在目前啊 全球的股市在高位震荡的情况下 但是股价依然处于腰斩甚至脚踝斩的板块 可谓是虚止可数了 那经历了墨尔本的六四封城啊 有些时候我会一阵恍惚 我就不禁在想 如果时光能够倒退 退回到2019年年底的时候 我会做什么呢 而我们的生活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可惜历史呢 没有如果 但是呢 未来有 那我想说的是啊 也许新冠病毒对于人类来说 只是一个提前的测试 因为未来全球 我们将面临更多接踵而至的 像是气候 能源 环境污染 等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每个国家呢 都有必要去总结这一次的一个经验和教训 多研究一些问题 少谈一些所谓的主意 携手合作才能闯过更多的难关 毕竟呢 无论你生活在哪个国家 无论你愿不愿意 我们都需要共同呼吸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